CIOC自動車 喵喵現在這個因為在清理環境所以把它移開了 今天顏色怪怪因為換新的鏡頭 因為我舊的鏡頭拿去給小貓用長期直播好不好 我這邊稍微宣導一下宣傳一下 小吃汽車的頻道這個現在已經連續馬拉松五天的時間 都有在直播這個小貓可愛的小奶貓的這個長大直播 下大雨網路會卡我今天卡到不行 我完全是開我電腦開不了東西 不知道是我電腦的關係還是FB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也要來一個案例宣導好不好 先講好不是表揚大會是案例宣導好不好 每次都說我們只講別人的壞話 我在這邊要這個再一次強調證明一下 我們不是在講只講別人壞話 因為我們會有案例宣導 那所謂這個案例宣導就是說有一些觀眾朋友 都會跟小吃分享一下他遇到的情形 那我就在這個直播跟大家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來我來看一下案例 我有幫大家準備 對齁又要延長喔 延長的沒辦法啊 延長的延長我都慣洗啊 我相信人們也慢慢都習慣了 好來來來有了有了看到了看到了 我跟大家分享這個也是昨天齁 有一個觀眾朋友跟我分享的案例齁 他說他去買了一台新車馬自達的新車 我怎麼講出來 重來重來重來好不好 他說去買了一台新車 我講出來我怎麼嘴來不及了是不是 沒有可是這也是事實啊 好不好我就陳述事實嘛 我聽說嘛 聽觀眾朋友說嘛 我夢到的嘛 說好不講廠牌啊 不要講啊不要講啊不要講啊 很好吃欸 不小心講出來不要講啊不要講啊 不錄了不錄了 好啦這個是觀眾朋友分享的啦好不好 那講也是講啊怕什麼 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開了一台這個某廠牌的車子 現在換新車反正是朋友說的啦 假設啦假設啦我都假設啦好不好 他那台車開了假設開了8年好了啦 8年我聽說的嘛可以吧 好反正呢他開著這個 開著A牌的舊車再去換A牌的新車 然後呢他這個舊車 A牌的舊車從新車到這個現在要換車 都是在原廠保養的OK 然後呢A牌的新車業務 就找了一個中古車來跟他估價 好啦估了講好價錢啊 講好價錢那就換了新車牽了新車 然後呢對方的業務跟他講 這個車是不是方便給我們留場兩天 那做個檢查嘛 沒問題的話我再跟您講 你這個舊車的價格 他說好啊那你徹底檢查檢查好嘛 他車就留在這個A廠牌的新車公司 那人就離開 那兩天之後他們檢查完了 也講好價錢了那就換了 好啦問題總是發生在這個交易後嘛 對不對齁 那他牽了新車開開心心的開了 他是跟我講說大概一個月左右吧 一個月還45天 好反正我是聽說的嘛 好他開了新車後來呢 這個舊車的業務就打給他啦 A牌的這個業務就打給他 這個先生不好意思齁 你這一台舊車我們有查出來齁 在這個兩三年前齁 幾年幾月幾號 有來我們這個原廠換過這個儀表 所以這個里程齁少了4萬 所以現在是這樣啦齁 要嘛你就給我們扣8萬齁 要嘛這你就把你的車牽回去 好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這個消費者就覺得很奇怪啊 他覺得說第一個 我這一台車從新車到變成舊車去跟你們換車 都是在你們廠保養的 所以你們理應裡面應該有紀錄啊 我換儀表 你現在竟然查得出來 那我留在你那邊兩天的時候 你有兩天的時間 你應該就查得出來啦齁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覺得說 那你們這個不管是你們新車公司 還是你們請來的二手車估價人員 應該都是專業的 我車已經給你看了兩天 檢查了兩天 那也OK講好 我才把這個舊車交給你的 那怎麼會現在過了一個月一個半月 又要這個要嘛就要扣錢 要嘛就要把車還給我 我錢還給你 那他就在請教我說 那這個如果站在法理上 他如果這樣子上法院問我啦 問我的經驗說是有沒有勝算的啦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這個我們在先前的直播都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有很多 我就說不是買車會有問題啦 有時候你估車你也要注意嘛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買車要特別注意會不會騙 可是其實賣車我跟你講問題也不少 那我之前在很多的影片裡面 我也有講過 有時候大家在賣車的時候比價 這邊高五千那邊高一萬 那邊高三萬 那當然講來講實在話 這不能不能說貪小便宜 正常都是誰高賣誰 那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對方是哪一間車行業務 叫哪裡的車行來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所以說這個也是百百種問題會發生 那最常發生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買訂之後用各式各樣的原因 回過頭來跟你去扣錢 比較常見的是說你冷氣壞掉啦 變速箱壞掉啦 引擎壞掉啦 或者像這樣那種錶不準啦 或者說你的車有事故啦 等等的 那我是覺得這樣啦 他問我說他如果上法院有沒有勝算 我是跟他講說我覺得應該是有啦 因為第一個對方是專業人士 那你是不專業人士 所以這個你也給他們兩天的時間去檢查了 那他們檢查不出來 我覺得你身為一個消費者 應該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說這個原廠也都有紀錄可以查詢嘛 所以他是原廠的人員 你車留在原廠兩天的時間 我相信這兩天的時間應該也可以 查得到他這個更換儀表的紀錄啊 保固召回還是有的沒有 不管他反正他就在原廠換的 他所有保養都在原廠 第三我覺得遇到這個問題 我相信有一些公司是這樣啊 雖然我這樣講不好意思 因為業務人員也很辛苦 新車業務人員很辛苦 但是我也坦白講 新車業務人員也會有一些搞東搞西的 好我講實在一定也會有 那你如果用這種申訴的管道 如果公司的高層 他是很注重自己的招牌 那我相信公司也會去幫你處理 倒是不一定會走到法院這個部分 我猜啦 但是因為台灣的法官 有時候我們不能太斷定嗎 因為我不是法官 我也不是法務的相關人員 對不對 要有點保留啦 你遇到什麼樣的法官 他怎麼樣去判這個東西 我們不能保證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應該是還OK的啦 不用太擔心啦 我是不知道 那我相信這個 有些新車公司是這樣嗎 反正 有的很愛惜自己招牌 申訴很有用 那有的會覺得自己招牌很大 他可能要用他的大招牌壓死你 也有可能 對不對 那有的呢 幫你解決了 可是要你先保密條款 有的沒有的 反正這個各式各樣 像從以前到現在每一間新車公司 有不一樣的這個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問題啦 有各式各樣的麻煩啦 所以也不一定會成功好不好 那當然走法律的部分就比較辛苦比較累一點 那只是跟觀眾朋友分享好不好 我們不是北洋大會 我們是案例分享 我再強調一次 聽者小師 我們是案例分享 很多啦 各式各樣這個扣錢的方式都有 第二個跟大家分享就是 某一天有一位朋友 有一位朋友 我真是不會笨他再講出來 那他是一個在新車公司 這個賣車的一個業務 新車業務朋友 然後這個他就帶說 要帶了一位朋友來我的店裡面 那看了某一台車 後來看一看 當然這個不了了之就 看完了嘛 試完車了 然後就離開 那之後他就有一天 碰到就在跟我聊天 那我說 那一天你帶你朋友來看的怎麼樣 那我那個業務朋友就說 看的很好啊 我說服務人員服務的還可以嗎 他說服務是還不錯啦 可是就差了一點點 我說差了一點點什麼 他說這個差了一點點的這個促進 如果大家有在這個銷售單位 就知道少了一點點促進 促進的意思就是Push Push你知道嗎 你不要看那個問有沒有 什麼Push 你一直用你位是打不開喔 哈哈哈哈哈哈 就差了一點點的那種 他說我覺得你們業務人員太過於這個 老實 如果可以再跟進促進一下 應該就會買了 然後他就稍微有一點跟我抱怨了一下 我說我們店的人員不促進了 因為我規定他們不能促進 他說為什麼有時候這個差一點點客人走 不是很可惜 我說不是他在促進是 反而他促進我還會罵他 然後他覺得很納悶 他們待在那種所謂的 新車公司的銷售體系裡面 就是Push客人買 比如說我在便宜你多少錢 我在送你一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現在馬上去跟主管回報 好不好我們這個月有一個方案 我請這個主管特簽 特簽再特簽 好給你一個這個非常好的Price 好不好 那這個Can 好不好看我們這個 這個可不可以今天就把它Dear起來 好不好 我們這個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個Time就是馬力 Time is money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車處理起來 有沒有就類似這種 稍微有一點點推進 推動客人買的那種 那種Push的感覺 對我說我們店不玩這一套的 那他就覺得很納悶 他說這樣客人 有點可惜 我說這沒有什麼好可惜的 我們今天我們這個 我們都希望客人 是經過一個審慎的思考 然後再來下決定 你試完車看完車介紹完 你回去想三天想五天想八天 想一個月真的都沒有關係 我們不會去促進你 因為我覺得衝動型購買 你如果因為小師怎麼樣 然後你衝動購買 我覺得那反而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好的狀況好不好 今天一個女生對不對 跟你出去吃飯 吃完的時候 要不要上來我家做做 你就上去了 你一個衝動對不對 衣櫃裡面人就衝出來了 這個我期待你在做什麼 有沒有 所以不要衝動 喝咖啡你還要注意一下 拿那個銀針來刺看看 那個銀針拿出來看有沒有變黑的 不然你喝到浮起 用巴皮對不對 起來以前本票都簽好了 大拇指怎麼紅紅的 好像有蓋過印尼的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能衝動嘛 衝動不是好事 衝動是魔鬼 你知道嗎 以前你玩德州撲克的時候 那個德州撲克 那個線上遊戲有沒有 他說有寫 衝動是魔鬼 不要衝動 年輕人對不對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那是那個賭王 叫什麼金城 陳金城 小心死得萬年傳 披霜不可能 這個一斤的披霜 倒在這個咖啡裡面 哎唷 隔到這樣 你已經夠豬頭了 你都不喝了 誰敢喝 誰喝得下去 所以披霜是不可能的 是看裡面有沒有什麼 有毒物質 對啊 陳金城 我聽說明金城 船已經出公海了 沒有 船還在這個 還在香港灣裡面 還看得到大雨山 有沒有 對不對 不要衝動 你至少要懂得 翻一下衣櫃 看一下廁所 檢查一下床底下 確認有沒有這個 針孔攝影機 拿這個 掃針孔的 稍微掃一下 先確定一下 沒有 再處理 對不對 一個衝動下去 對 我跟巴拿馬總統 又有點交情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我們不太會去做 促進這種事情 我們都希望客戶 通常我覺得都是客戶在衝動 我們都沒有在衝動 我們都沒有在衝動 所以我是希望說 大家是想清楚 那只是他當然有一點點 我聽得出他一點小小抱怨的意思 覺得說我們怎麼 怎麼都沒有這個 鼓勵他成交一下這樣 其實我們是覺得你想清楚會比較好 那甚至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要跟家人討論 什麼 你就回去慢慢的討論 我其實最害怕什麼 你知道嗎 不會管理 當時 自己很會管理 那種 那種我真的 我最不喜歡 其實不是說 我們這個 什麼喬不起你 或什麼 我是覺得有時候 最常有這種問題 很多人會拿老婆 跟家人回來 當一個 我看一看車 然後說 我回去問一下老婆 我回去跟家人討論 我覺得這是OK的 但是我最怕那種是什麼 來說我OK 我跟你說 我處理沒問題 我會管理 要不要問老婆不用 要不要跟家人討論 不用 我買車怎樣 我買車還要問過別人 你懂嗎 這種其實最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他買了以後 隔兩天隔三天 他就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因為回去我家人不讓我買 你當初 你不是說你OK嗎 我們比較怕是這種狀況 真的 你要你就討論清楚 或全家人一起帶來 那個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很歡迎 好不好 只是說有時候 因為這樣有時候 會耽誤到我們的銷售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是互相 當然你也跑一趟來 然後願意支持我們 我們覺得很開心 但我覺得說有時候 還是會造成一點點的困擾 問都沒關係 對啊 你沒管理就沒管理 那我要去 要跟家裡討論 就跟家裡討論 那個都沒有關係 真的真的真的 一切都是靠緣分 我跟你講 疫情這樣再繼續下去 對不對 三級再繼續這樣下去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已經訓練的已經 差不多已經快要升天了 如果現在燒掉 快可以燒出色力值了 你知道嗎 已經完全佛系了 基本上我現在進來公司 我也都不太跟員工講話 上次員工跟我講說 小資哥你為什麼 每天好像都不太開心 臉都不笑的樣子 我說幹老師欸 我就笑了 我真的他問我的時候 我就笑了 因為我說 媽的你來當老闆看看 現在疫情這種狀況 每個月你們這些薪水 這些地租 這些人事行政費用 你來當老闆 我看你笑不笑得出來 你來試試看 沒關係 我本來沒笑 被他一問完我都笑了 真的其實 真的是蠻悶的啦 我講實在的啦 我覺得這個 我們還是持續的 強言歡笑啦 但是有很多人 真的都私訊給我們 做一個鼓勵 然後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們拍這麼多影片 其實這樣真的 有這些鼓勵 真的是蠻 就蠻足夠的 已經開始很多社團都推你欸 有些老車車主發文說 誰可以延續都推我 不要啦 不要再給我延續了啦 我延續很痛苦啦 我現在我跟大家講過 再講一遍 很多老車人家託付給我們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賣 我如果把它賣來賺錢 我又過意不去 然後說真的啦 他說要好好的交給下一個人 我怎麼知道下一個人 會不會好好照顧他 我坦白說 對不對 大家要 我告訴你 大家要帶你女兒子的時候 都說 這個爸爸相信我 お願いします 把你的女兒交給我吧 我以後會好好照顧他一輩子 我告訴你 沒有兩天就有三 還是回去打母 也是很多 對啦 外丟啦 叫不出你賺錢啦 吃軟飯的會不會 腿軟的會不會 對不對 大家看著 都嘛 三明星 過幾天啊 三明星 對不對 就是這樣 S-CAP2.4有什麼要注意 蠻多的耶 其實S-CAP坦白說 因為年紀到了問題蠻多的 天窗會漏水啦 烤耳很容易壞掉啊 然後 解氣門也一樣啊 肉油那都不用講了 大概就是這樣啦 其實因為年紀大了 所以很多底盤耗材 三腳架 那個都其實時間到 該換的也要換過 傳統軸啊 那個該要換的也都要換了 2.5MK2.5有什麼要注意嗎 沒有啊 MK2.5不用注意啊 MK2.5是我目前看起來 我目前看起來齁 問題比較少的是 2.5代跟3.5代 我發現福特的車行都這樣 你要買 1.5代的 你知道嗎 二代因為現在年紀大了 所以他毛病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 其實我在今年年初吧 可能疫情爆發前 我就已經 有給公司一個指令了 2代Focus我們之後就不熟了 因為整體真的要花 蠻大的力氣的 然後2.5代我覺得相對是 因為他還是傳統變速箱 你如果是1.8的 那個問題 2.0也一樣啊 那問題都很少啊 其實已經不太有什麼問題 那你看他3代 又有什麼變速箱的問題 反而到3.5代 又把變速箱換掉 引擎也換掉了 其實就比較沒什麼毛病 所以我覺得買1.5代 福特的車買1.5代 可能會比較理想一點 感覺啦 我的經驗好不好 分享 你說Vovo嗎 台灣Vovo不好養嗎 我說Vovo啊 Vovo不會不好養啊 不能這樣講 要看你站在什麼角度 你現在如果你開的是 比如說 Toyota的Artist 那可能 Vovo對你來說 是比較不好養 但是你如果說 你站在進口車的立場 你的下一台車 你想要換 福斯 Vovo 奧迪 雙B 這些進口車 Lazos 那我倒覺得Vovo還OK啊 我覺得 如果以一個 後續保修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 Lazos不用講啊 日本的進口車我們不講 好不好 我們講日本以外的 我倒覺得Vovo應該 不會比福斯或是奧迪 差 我覺得理應是這樣 我的經驗 我是覺得不會比較差 我遇到的感覺是這樣 最近梅雨昌有打水瓢事故 小事哥覺得 胎文到底要多少換比較安全 其實我坦白話講齁 我覺得除了胎文以外齁 胎文我其實很難 用一個精確的數字 去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這個怎麼講 我怎麼去跟你講到什麼程度 國父的衣領 還是國 先走來吧 不是啊 蔣中正的衣領 還是蔣中正的下巴 還是蔣中正的鼻子 其實我覺得 輪胎排水性 真的是有差的 這第一個 而且我後來發現 其實有時候 打水瓢這件事情 有時候就連這個 防滑 車身穩定性 都有一點難救 所以重點就是開車 第一個開車真的不要開太快 我認為只要你在那個 該地區道路的速限內 我倒覺得 真的要打水瓢到失控的機率 不會太高 我覺得啦 通常我覺得都超過速限 你才有可能 旋轉啊 撇出去啊 弄扭折溪啊 扭折溪你知道嗎 扭折溪是那個籃網嗎 不是啊 你才有可能去撞一些護籃啊什麼 所以你速限內 就像高速公路 我覺得應該都 在速限內應該都還不至於失控 再加上如果你車 有些車身穩定系統 我覺得應該還好 比如說像下雨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研究一下說 有一些輪胎 它是排水性比較好的 北部啊 基隆啊 蠻常在下雨的 所以你可能會考慮啊 下次選輪胎的時候 選排水性好一點的輪胎 我是覺得真的有差 真的啦 我也是很後期才知道 我以前是最不注重輪胎的人 我就覺得輪胎就這樣開啊 是怎樣啊 我慢慢開啊 輪胎又怎樣 可是後來我覺得輪胎其實 認真的去感受一下 真的輪胎好壞還是有差的 想問小師哥 覺得輪胎的廠牌重要嗎 我跟你講 嘿來啊 我很佩服有一些車評 或是有在跑賽車的人 他很懂得去區分輪胎的型號 我告訴你 輪胎的型號我一點都沒有研究 所以你們發現我很講在講輪胎的型號 上面PS幾PS幾PS幾 很多人很會講輪胎的型號 甚至很多消費者 只要有去這個研究 大家都可以講輪胎的型號 但是我嫌少研究輪胎的型號 那我通常都是覺得說 輪胎我就是看廠牌 所以這個羅葉茂問我說 廠牌重要嗎 我覺得廠牌重要 因為我就是看廠牌的 我只買大廠牌 所以像如果有客人來我們這一邊 買車要換新輪胎有沒有 我沒有補貼 我沒有補住 我就只換大廠牌的 有很多更便宜的 大陸的 韓國的 美國的 除非真的說 那個輪胎是非常冷門特殊 尺寸非常大 19吋 20吋 21吋 22吋 我才有可能問客人說 你要不要裝美國的 或是韓國的 或是大陸的 因為那個價差是好幾倍 今天講 那價差是用倍數計算的 真的好幾倍 所以我們會考量到這個預算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說 客人他覺得他會常開快車 或是喜歡 車子開快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 那你要不要考慮換大廠牌一點 是不用說到上雨胎 我覺得就是排水性好一點 輪胎就可以了 高速遇到大積水也閃不了 閃不了通常就是 就是好過 小事一百萬內應該還不看大眼 屁啦 我很散的 要死啊 你真的不要想說 好最後 最後要下波了 最後一個抱怨 很多人說 小事你好過啦 你錢那麼多 我跟你講 假的那個都銀行借來 好不好要還的 那不是我的 所以我才能夠沒有忘初衷 因為我認為我的資產還永遠都是負的 至少目前也都是負的啦 好不好 我是負資產 負二代 負數的負 好不好 所以這個 不要忘自菲薄 有些 你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人 我跟你講 金玉其外 敗序其內都有可能 時間差不多了 10點36分 我們超時了 我們要把這個 小貓移回原來的位 那這個祝大家也是要記得要繼續防疫 然後這個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和家平安 度過這個黑暗期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如果有那個車子要問價錢 直接私訊小事汽車粉絲專頁 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